日本美国对比报告 嘿 大家好 我是Stuhr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わたしわ みまだ しょうにんです 大家好 我是三又上人 ニューマス 老司 ラフスケ 今天呢 我在美国洛杉矶的家中 和大家做一个报告 由于我五月份上了一趟日本 去了几个城市 看了看 确实开眼睛 本频道一贯强调 你什么样 美国就什么样 你什么样 日本就什么样 你什么水平 你的生活就什么档次 你身边的人就是什么德行 基本上就差不多 就是你什么样 加拿大什么样 你什么样 东京什么样 你什么样 中国什么样 所以有人怨天由人 那没办法他自己的问题 小的时候都说了吗 点倍不能怨社会 命苦不能赖政府 命苦不能怨政府 三十多岁我才醒 这句话绝对是政府变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我去日本的报告 你是什么水平的人 你就会出现在什么场合 比如拜登川普要去白宫 就某些人要去那些地方 你要理解一下 也就是说你什么样 美国就什么样 你什么样 中国就什么样 所以很多人怨天由人 没啥怨的 命不好 真的 那多少人到了美国生活也不容易 到了美国依然 家庭没温暖 事业没发展 爱情受挫者 根本没爱情 出事还没人管 太正常了 接下来我与大家聊一聊中美之间的区别 第一个是物价 日本 平民之间的消费 美国是物美价廉 说错了 日本是物美价廉 美国最便宜的一顿牛肉面 拉面 大约加完税之后 有20美金 甚至 洛杉矶华人区卖这个安徽牛肉板面 他敢卖30多美金 那有点逆天了 但通常日本拉面 中国的牛肉面 甚至越南鸡粉 牛肉粉 火车头粉 应该在18美金左右 但是 人家日本就便宜 日本最少便宜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一的价格 因为20美金就相当于3000多美金 就今天的汇率就是3000美金 我去新宿那个大道 他是 博多天神 一碗拉面 600 啥概念的 啥概念的 就合着美金4块钱 那比这康康小美还便宜 不仅500日元 600日元 而且 还免费再给你蓄一碗面 曾经啊 我在纽约 布布克林 也有一栏拉面 我老婆 我一个哥们 我丈母娘 4个人吃了200多美金 这啥概念呢 吃了200多美金 就和日元 就像那4个人吃拉面 干了3万多日元 这就是美国的物价啊 美国的物价有点 最底层来说啊 有点这个偏高啊 尤其洛杉矶华人去那个某家那个拉面店 一碗这么点的小菜 10块钱 墙了 赶上墙了 但是 高端 是高端 低端是低端 高端 几乎价儿都差不多 为啥呢 最牛逼的东京那个寿司大神 撒一头 摘腾 人家也 人家也6万日元一个人 洛杉矶最牛逼的寿司啊 米其林二星 银座小也四 也是400 也是400 就是上等马跟上等马一样 习近平跟川普跟拜登是一样 甚至习近平还比他高 下等马 下等马还是有区别 我们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的 马卡塞 也是400美金一个人 东京 数据乌桥次郎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小野次郎 小小野二郎 日语的次郎跟二郎是一个词 也是 也是6万日元 也是400美金 就是高级的一样 低级的 普通的 大众的 就是洛杉矶 美国的消费水平还高 就是更贵 更不值 在疫情前 小野二郎 欧东京 也是300美金一个人 可能也不知道是汇率 一月还是岁数大来 长成400 也就是说日本寿司的天花板 6万日元 但是中国的黄泉 你加上吗 可能什么多少钱 也有可能啊 你加1万人民币也正常 但是我就说那个 你能约上的啊 正常来说啊 一个人 6万日元 这个消费水平跟美国洛杉矶的 几乎是一个价 但是最最底层啊 吃拉面的话啊 日本的这个拉面啊 日本普通的拉面 比如洛杉矶普通的拉面 便宜至少一半 甚至便宜三分之二 之前汇率没跌的时候 小野二郎是300美金 因为现在小野二郎 牛了啊 半小时之内 二十分钟之内 让你吃二十万 吃完 开路一马斯 不是让你吃寿司的 让你跟大神打眼卡 打咖啡 400美金 这次我们去东京啊 没有约到太高级的寿司 但是也行了 银座啊 有一家叫银座 青木寿司啊 也是四万五一位 也不便宜了 300美金 洛杉矶各个米其林一星的 这个饭店啊 日料店 寿司店 也就这价 就是300美金 但是吃不饱 唯一区别是 日本能吃饱 吃的你不想吃的 吃的 最后那几道 说啥不想验了 验不下去了 美国这有点糊涂 美国是给的也少 灌输也不够 也不超过二十 回家还饿 前两天跟哥们吃起来 就回家 我妈 我丈母娘 又给他下袋 方便面 才能吃饱 我吃完还饿 而且美国 还有百分之十的税 还得再给百分之二十 消费 也就是说 还是贵 美国 美国天天干活 你干这活 消费还是贵 还是 靠路 日本的牛逼之处 日本没有小费 没有小费文化 美国 给百分之十 都等于骂人 这玩意 美国给百分之十 但是还嫌少 我见着多少新移民 多少从塞巴党罗来的 或者多少从中国来的 直接结完账走了 服务员追出来 没给小费 我们东亚 亚洲人没有这个文化 但是洛杉矶地区西好莱夫 有一家售饰店叫银座小野寺 人家在全世界有十七家店 应该在全世界三个国家有店 日本 中国 上海 美国 美国夏威夷和洛杉矶 唯一一家 全美国几乎是全美国不要小费的 几乎是日料理 但是我亲眼在美国见到不要小费的饭店 在哪见的呢 在这个纽约市里 Chinatown 纽约曼哈顿的这个Chinatown 有一个地儿叫小福州 小福州上面标了大字 奔店 拒绝收小费 你一进去穿越了 往后回到那个文化大革命之下 就回到旧社会了 你从世界文明的Mahane 直接干到那个福州农村 直接干到福建农村了 那个厕所都没锁 厕所都没把手 直接坐了个门 直接拿木头板拼了个门 原之原为 但是有啥说啥 这个日本人 最起码咱是华人 三优人 三优菲拉 看到日本人还是亲戚 最起码一个人种 都是蒙古人种 日本人最起码一半的人口是欧系 也就是我们这个 跟我们中国主体人口都一致 所以你看到日本人倍感亲戚 反正你看到黑人 美国的意大利人 洋人 白人 昂萨 日耳曼 感觉有隔阂 有基因压制 你感觉跟人家跨人种了 你见到日本人 有一种亲戚感 由于小的时候经常看动作片也好 还是动画片也好 亲戚 而且日本节上写汉字 写的那汉字你都能读下来 虽然不知道啥意思 读完呢 但是你能用中文读下来 但是发言跟日语也不对 人也八海 徐行 不知道啥意思 但是你能读下来 但是美国 你读下来也不知道啥意思 甚至都读不下来 真的 你就闹笑话 这个笑话讲了很多次 我这回头回十几年前来美国去耳湾了 那朋友开约组中心 找个玩意了 伤高速了 正开着开着 我说这什么呀 T O L L 肉的 咱也没认为这是啥意思呢 T O L L 你正常T A L L 套高路 这也咱也不知道啥意思 还没 是吧 一脚油门干回去了 到家了 打开那个有道反应 收费如反应 唉 你到了美国这种 高速公路 多数高速公路不掏钱的国家 猛一下子让你收费 你浑身难受 所以说人也是惯的 你在中国 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不收费 你也没说啥 你反正你到了美国 高速公路 收一回费 你就疼 心如刀割 由于人种 语言 文化 高度的这个相似 这起码人家也信佛教 京都也有 唐昭提寺 东大寺 文化几乎相通 咱这个本身也该有天皇 咱这爱心觉罗 也不知道该叫啥了 是吧 中国人啊 三幼子有个缺点 下课上太严重 谁也不服谁 喜欢革命 而且日本的东西 物美价廉 之前也讲了 纽约不如克林 吃日本的伊兰拉面 四个是干两百多 咋花的这钱 我跟我老婆在京都 酒店楼下 瞎溜的 随便提门进去一家这个小酒馆吧 小饭店 小日料店一进去还得换鞋 光着咬 弄地板 挺专业 看着仿佛穿越 干到两百多年前了 三百多年前了 江户时期 点了八份菜 有啤酒 有烧鸟烧烤 有刺身 有乌冬面 乱七八糟的 贝类 八份 八个order 最后一结账 四十美金 我天 服了 服了 你在美国 我无计得花两百块钱 四十美金 还不要小费 还没有说美国的百分之十的税 美国跟日本的区别 就是啥意思呢 你在日本花两百美金 你能跟林志玲睡一觉 你能跟顶级的那个美女睡一觉 腰还细 腿还长 个儿还好 来美国 你他妈跟凤姐睡一觉一千个月 你跟凤姐 打一炮 两千块钱 也就是这感觉 因为大量的华人 生活在华人区 华人服务华人 也没服务 各个就不丧毙打了脸 我操 真的 你给他小费的情况下 各个丧毙打了脸 跟你妈活不起 日本人不要小费 我操 那个服务 你看完 你看完感觉 这中国人 就跟野狗 中国人 华人 美国这人 美国这个华人 跟野狗 日本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警权 军权 军警权 让他站着站着 让他跪着跪着 甚至训练狗的时候 就是让他一直盯着你 一直盯着你 狗就一直盯着你 甚至前面有个井 有个坑 那个狗就得掉坑 日本人就是这种感觉 中国的狗 让你盯着他 一会儿他就跑了 创死了 一会儿上马路了 一会儿他妈还得乱叫 乱跑 没办 刘晓哥说了 中国人需要再殖民三百年 咱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有案例 中国澳门人 被葡萄牙人殖民了四百年 四百四十多年 还是吃喝嫖赌 吃喝嫖赌抽 坑蒙拐面头 没用啊 就是事实 现实已经证明了 中国人被殖民三百年 也但但又没用啊 澳门被殖民了四百年啊 公开的赌格 公开 公开黄赌足了啊 还是遍地 山极浩南 邦牙局 没啥用 人种不行 可能是人种不行 就跟狗似的啊 你当警犬啊 就那几款啊 你中华田野犬 科技 京八 不能胜任工作 你见没见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际机场 有没有京八和那个中华田野犬犬做这个基督犬呢 或者警犬呢 没有 日本的酒店和美国的酒店也是有区别 美国就除非最顶级的啊 全洛杉矶我 最顶级的酒店超不过十家有送拖鞋 日本最垃圾的那个酒店 日本最他妈不行的这个酒店 也得送你拖鞋 我在洛杉矶周边住的这些酒店 几乎都没有拖鞋 就除非这华尔道夫这个水平 圣塔巴巴拉 里斯卡尔顿这个水平 有拖鞋 你剩下连拖鞋都没有 你西尔顿 洗来灯都不给你送拖鞋 我天 你要牙膏牙刷你都得打电话 到现在我都整不明白了 你这到底是中国发达 还是日本发达 还是美国发达 越在美国待着 感觉美国像东村 连他妈那个牙膏牙刷都快不给了 你不打电话坚决不给你 放心吧 绝对不给 日本的酒店顶级的也贵 我看这个东京 虎之门之秋 爱地讯顶级的套房也有 一万五两万美金一晚上 就是一晚上就两百万日元 我天 你住半个月 你住这么一 十天 够首富的 港区那个顶级的公寓能首富的 海边的塔楼能首富的 便宜的 大车店 日本的也便宜 美国的也便宜 就在最便宜最便宜大车店还是中国 日本人的服务 你妈得点赞 你真是热 日本人顶级的酒店的服务员也不知道从哪国招的啊 顶级的欧洲的炒口 一米九度啊 充电机线往哪去取 我那日本的朋友 日本人 日本的华侨 太帅了 喊出声了 喊出声了 太帅了 个人一米九度啊 天 欧亚混血儿那种超魔感 比他们废强好看一百倍 在日本给人运行力 在日本给人运行力的 美国是 我感觉什么美国是糊弄的 美国跟你不第八路军 这点 简直是糊弄 就一点也不正规 一点也不正规 而且日本的服务没得说 你要是消费的话 你再来美国能得妈咪 憋屈死 你消费就得去日本 你能找到这个消费的价值 人家尊重你 人家用心给你服务 你在美国 你去中餐馆 老板也好 服务员 丧毙大了脸 你甚至嫖娼去了 那他妈小姐 那中国的小姐 基本上毙大了脸 我操他妈 你说有一点服务精神吗 有一点这个敬业精神吗 有一点专业精神吗 没有 那小姐跟你把嫖客丧毙大了脸 日本的风俗店 人家人家妻女 人家小姐跟你谈恋爱 我天 人家给你搞对象 人家给你那妈传橡皮 人家那妈给你长发盘起 人家那妈给你恋爱 你有一种暧昧感 你这那妈 三又那妈嫖娼去了 你三又去这边威格斯 美国威格斯 怎么都诈骗 有没有现场 在美国威格斯被诈骗的 你现在留言 你看你骗的几钱 根本就没服务 手搂子要你一千多 美金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百佛丽山庄 华尔道夫总统 涛奸 美国这两万美金一花 屋里给你配一个管家 也那妈有啥事 有事您说话 也是给你服务 你要是在大车店里 你去大车店串门都不行 你别说驻扎大车店 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 他说我家谁谁亲戚吧 来美国 你给他见一边 上上客场 讲讲咋回事 我行吧 在哪去了 咱也不知道 去了 大哥人不错 大哥跟别人家老婆 俩人私奔 俩人都有家 俩人来美国私奔 挺伟大 大哥挺有魅力 来之后 说买点螃蟹 蒸螃蟹 老四 吃点螃蟹吧 四多 蒸鸡把脸上吃 房东来了 怎么把脸领回来了 把这窗脸拉上 哎呦 难死了 三幼子在美国 当底层难死了 领俗人来家 吃个螃蟹 他妈比怼成这基本样了 太难了 三幼太难了 三幼连 怎么给这俗人领回家吃饭的权利都没有 我走 难 好了 我 Ав토 来吧 看你来吧 看你来吧 我